上訪一日後,就因為涉月無證經營關門借客 成為最短命的米其林餐廳 泰安門餐廳位於一棟五層居民樓的一樓 目前大門緊閉,門口貼出停業告示 行到入面可以看到餐廳總共有20個巴桌座位 四周還有梳化位,廚房是完全開放式的 他在今年的四月份開張營業,之後多次被附近的居民投訴 外面打出來了,全部都是偉賬的人 他不應該以為有這東西的人,全部都是抽影 像馬達聲一樣的晚上 我們家的窗戶在上面,二樓窗戶 這個板正好這樣燙,正好這個熱功全部對到我們 今年我們就在火焰山上過,50度了 市場監管部門表示,餐廳所作的一樓雖然是商業用房 辦理了營業執照,但是它沒有拿到食品經營許可證 屬於有照無證 目前市場監管部門已經啟動立案查處程序 對於餐廳方面說會積極整改 還會在今年的11月在真寧路重新開業 目前正請代理公司是申辦食品經營許可證 廣州電視編輯報道